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反正我说很奇怪 本期故事富有科幻色彩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可不要错过本期视频了 玩家从某MC论坛上下载了一张地图 可以看到玩家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一个太空空间站中 现在他已经身处浩瀚的宇宙星空中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无法实现宇宙梦 但是在MC中这绝对不是个事 玩家透过玻璃就可以看到宇宙中的行星 不知道看到这儿 你有没有很期待本期视频的内容 好了 请各位老粉们动动你们尊贵的小手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给个三连 兴奋也赶快点个关注成为老粉吧 咱们故事开始 可以看到玩家现在所处的这座空间站还是非常大的 里面的物品设施也比较齐全 本次并不是玩家一个人游玩 很快他的朋友也加入了游戏 这座空间站里面有很多的补给装置 比如眼前的这个发射器 玩家只需要将自己的需求写在书本上 然后放进发射器内 稍等片刻再次打开发射器 他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物资 因为空间站的储物箱太多 一个个去找的话会很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补给装置非常的实用方便 前面也向大家介绍了 这座空间站非常的大 有好几层 玩家与朋友Steven需要先对这座空间站熟悉一下 下一步的打算 他们就要开始探索浩瀚的宇宙了 当前离玩家最近的这颗行星是木星 哎我说的没毛病吗 如果我说错了请你们及时就证 为了防止不小心掉入茫茫太空中 玩家特意将空间站的顶部围了起来 正当玩家一心固的搭建围墙时 系统突然提示 行球大战文件已经下载完毕 What 行球大战 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串指令或者消息 这就是系统提示 玩家此时还处于一脸懵的状态 就在这时他抬头看向前方时 他隐约在空间站的另一端看到了一个身影 玩家怀疑这可能是星星吧 应该是自己看走眼了 并没有告诉朋友 但随机朋友也说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玩家赶快与朋友会合 这就奇怪了 服务器就玩家与Steven两个人 那这个突然出现的身影会是谁 为了安全起见 玩家去补给装置 请求了一些武器 转身离开补给室时 玩家在走廊再次看到了那个身影 通过放门画面可以看到 这确实是一个黑色的身影 随机一闪而逝 玩家与朋友立即追了过去 但一番搜寻后 并没有再看到这个黑影 于是玩家与朋友再次上到了空间站外面 玩家此时开始怀疑 是不是跟刚才系统提示的 那个星球大战文件下载完毕有关系 很有可能当前服务器被人入侵了 玩家想到了一个主意 既然那个黑影不在空间站外 那他肯定就在空间站内部 玩家与Steven决定 各自从空间站的两边向下挖 同时进入空间站走廊 一定能带到这个黑色实体 随着玩家倒计时结束 他开始朝着脚下挖掘 果然那个黑影就在走廊 可以看到 这个黑影见到玩家很害怕 拔腿就跑 这次玩家与朋友又扑了个空 不过这回玩家也看清楚了 这个黑影的外貌 这不就是星球大战中的达斯维德吗 玩家不敢相信 他会出现在这儿 现在玩家决定继续跟朋友 再来一次瓮中捉鳖 两人准备再次回到空间站外部 然后一起向下挖 这次一定要抓住这个达斯维德 可就在玩家转身走了没几步后 系统便提示 朋友被达斯维德Q掉了 重生后的朋友身上 没有了任何物资和装备 玩家只能再次来到补给室 请求物资补给 但这次发射器里面的书没了 没有了书 玩家就无法发送自己的请求 前方高能叫到了 老规矩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赶快在弹幕打出 护体就在两人离开补给室时 达斯维德正大光明的出现在了玩家面前 玩家让人意识到情况不妙 拔腿就跑 两人再次跑到了空间站外部 很快他们就穷途末路了 而达斯维德也追了上了 怎么办 又迎接开心的审判了吗 对的没错 因为玩家的攻击对达斯维德丝毫没有作用 随着屏幕一阵扭虚晃动 玩家与Steven开心的嗝屁了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所学校 玩家从某MC论坛下载了一张地图 进入地图后 一所学校建筑就映入眼帘 今天玩家的材质包怎么样 你们觉得好看吗 玩家静止地走入了学校内部 进来后四周静悄悄的 一个人都没有 并且随便打开了一间教室 连桌椅板凳都没有 这像是一座废弃的学校 又像是一个为完成修建的学校 好了 老规矩 请屏幕前的各位老粉们 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长安屏幕中的点赞 纽给个三连 萨巴蒂卡 玩家开始在这座学校内 四处探索着 餐厅会议厅控制室 储物室 他通通转了一遍 但都没有发现什么 随后他又上到了学校的房顶 这座学校给玩家的感觉 像是一座初中 此时外面的天色也不早了 没一会儿就进入了黑夜 不知道为什么 进入黑夜后 隔着屏幕都让我感觉到 这座学校有一丝的阴森 果然不出我所料 刚说完系统便提示 一个ID叫露露地加入了服务器 玩家一时有些疑惑 他的服务器是设置有密码的 只有自己的几位好朋友知道密码 这个陌生的ID会是谁 玩家开始询问 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玩家此时已经有些急躁了 他不断的询问这个露露 希望他尽快回复自己 但遗憾的是 这个陌生的玩家 就像屏蔽了玩家消息一样 一声不吭 玩家一看 好家伙 我还治不了你了 我可是房主 我直接扮你 但狠话发出去了 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玩家逐渐紧张 并且更加的好奇 他决定找到这个叫露露的 可以看到 玩家已经开始地毯式搜索 这里的每一处房间和角落 他都不会放过 他一定要找到这个陌生的玩家 可他找了好长时间 几乎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唯独女生场所 玩家没有来 评论前的大家可都作证啊 玩家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 他并没有随随便便进入 女生专用场所 他实在是找不到才进入的 并且进之前 他已经打了招呼 果然进来后 在最后一个隔间 发现了一个紫色皮肤的玩家 带他转过身来 只见他那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以及那长长可爱的刘海 他叫露露 他有些害羞 玩家一听 哦 原来是害羞啊 怪不得自己发了几百条消息 他都不回 玩家随即询问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服务器 但露露并没有回答玩家的问题 反而他先发制人 询问玩家是不是一个友好的人 玩家更加懵了 不过随后 露露也说明了情况 因为他之前玩游戏 一直被其他玩家欺负 所以他希望能和一些 友好的玩家一起游戏 玩家一听 那你算找对人了 我绝对是一个nice people 听玩家这么说 露露又询问玩家 自己的长发好看吗 玩家是连声回答 好看好看 可随后露露的行为 让玩家琢磨不透 他似乎看不见露 而事实也正如玩家所猜测 露露告诉玩家 自己的双眼视力确实有问题 所以他留了长发和刘海 遮盖住了自己的双眼 至于为什么双眼会有问题 他不想告诉玩家具体原因 玩家也没有继续再追问下去 并且玩家还发现了 这个露露走路很慢 可能跟视力有关吧 接着露露请求 能否跟在玩家后面 让玩家做他的指路明灯 玩家当然愿意 可是以露露的速度 玩家才走了没几步 回头望去 露露便再次迷失了方向 玩家赶忙返回寻找他 但是过来后 露露消失了 前面刚刚就要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精 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再次慌了起来 他联盟询问露露去哪了 可露露又不回复了 玩家此时已经觉得 有点情况不妙了 但出于礼貌 他还是主动的去寻找露露 幸运的是 玩家在一个房间内找到了他 但不幸的是 此时的露露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由战力变为了匍匐 玩家知道自己危险 他连忙扭头就跑 而这次露露的移动速度 却非常的快 他边追玩家 还边抱怨玩家 为什么要抛弃他 他走得慢 是因为他的双眼视力不好 他觉得玩家瞧不起他 玩家也来不及解释 只能一路狂飙 慌忙之中 他跑出了这所学校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故事 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今天咱们的故事 还是发生在生存模式中 玩家从某MC论坛 下载了一张种子地图 据这张地图的发布者声称 这个地图内存在着 一个神秘的实体 只见开局 玩家划着一艘小木船 划着划着 系统便提示 原理图保存成功 What 这是什么意思 可能这就是个系统提示吧 玩家并没有在意 继续划着小船朝前方进发 前方就可以上岸了 但是玩家同时也发现了 右侧有一个巨大的山洞 玩家选择了先去洞内探索 但奈何他没有火把 所以他还是先上岸了 好了 老规矩 请屏幕前的各位老粉 动动你们尊贵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兴奋也别忘了点关注 成为老粉哦 走着走着 玩家在这片区域 发现了一座很特别的建筑 这应该是人为搭建的吧 自然应该不会生成这样的建筑 这张地图 像是被导弹鬼给炸了一样 到处都是黑色的坑 有一种断壁残垣的感觉 玩家顺着木桥走 很快便来到了另一座建筑旁边 看样子这像是一个城堡 玩家打算上到城堡内看看 他正顺着楼梯向上走 突然他又收到了系统提示 一个ID叫做猫将雇员的说话 他询问玩家 我哪有对 你在做啥子 玩家懵了 转身看向下方 一个史蒂夫角色的玩家赫然出现 玩家小小的脑袋顶着大大的疑惑 他赶忙问这个陌生玩家 怎么会出现在这张地图内 自己开的是单人生存啊 玩家询问他是不是人机 但是这个史蒂夫一直不回复玩家的问题 他反而一直在询问玩家在做什么 玩家十拿九稳 确定这就是个地图NPC了 于是不再理会他 继续朝着楼梯走去 但随后这个史蒂夫玩家又说 请勿相信任何不正常的原理图 这是什么意思 玩家再次的回头 史蒂夫又说 你看到脚下的这些黑洞了吗 这些空方块 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做黑暗骑士干的 祝你好运 说完这个史蒂夫又立刻消失了 只留下了玩家一脸梦不知所措 黑暗骑士 玩家再次注意到了周围的这些空方块 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黑暗骑士到底又是谁 他怀着忐忑的心在这里探索 这座建筑也不高 很快玩家就进入到了城堡内部 一番探索后 玩家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感觉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群而已 当玩家上到顶部时 突然一个ID叫做黑暗骑士的说话了 他询问是谁进入到了这里 玩家一时有些慌张 这个黑暗骑士似乎拥有创造之力 接着他便把游戏的天色变为了黑夜 你不应该来到这儿的 黑暗骑士说到 玩家更慌张了 他感冒询问这个黑暗骑士你在哪儿 但紧接着黑暗骑士告诉玩家 你今天不应该玩MC 好家伙 我玩不玩MC是我的自由啊 一个虚拟游记搞得这么神秘 玩家心里边边问候这个黑暗骑士 边想接下来的打算 前方高能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 赶快在弹幕打住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黑暗骑士告诉玩家 他会利用黑暗去送MC中 所有的生物回快了星球 玩家也不例外 并将他们的元气封印在灵魂沙里 玩家下意识的抬头看向了天空 他应该隐约看到了这个黑暗骑士 玩家只能不断的发出消息 试图转移黑暗骑士的注意力 但没过多久后 这个黑暗骑士便下来 无情骂黑的一身黑 玩家根本看不清楚他的五官 只知道他拿着一把剑 玩家本能的开始逃跑 而他这一跳也损失惨重 生命值已经快到了斩杀线 玩家跑到了之前进入到的那座建筑内 本以为安全的他 结果屏幕突然变成了灰色 而此时玩家发现自己也动弹不了了 低头看去 那个天暗骑士就在他的屁股下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很遗憾 玩家再次开心的给他骗了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今天这奇怪的事 发生在一个奇怪的地头种子中 今天故事的主角与乔治有关 这个乔治可不是 那个乔治 这个乔治是知名MC主播 Jim的好朋友 好了话不多说 请屏幕前的各位粉丝们 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查看屏幕中这个可爱的点赞 9,3秒钟给个三连吧 可以看到 玩家与两位朋友一起进入到了该地图中 生存的第一步 当然就是需要先搭建一个安全的住所 在两位朋友的见证下 玩家搭建好了他们三个人的小土 现在他们要出去探险了 三人制作的小木船 一直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滑着 在天完全黑下来时 玩家三人在附近发现了一处亮光 爬到高处后一看 是一个建筑 看这个建筑的外观风格 不像是现代建筑 也不像是自然生成的建筑 玩家有两位朋友带着疑惑 很快便走入了这座建筑内 这座建筑内很特别 竟然专门有一间屋子来种树和喂养羊儿 可以看到 这座建筑非常的大 很快玩家三人还在这里发现了一颗墨影龙蛋 要知道墨影龙蛋需要击败墨影龙才能获得 这个建筑的拥有者肯定是一个生存大佬 三人都很想知道他是谁 在一层探索完毕后 三人又顺着螺旋式楼梯上到了二层 二层好像还没有装饰 并没有什么东西 显得很空旷 意外的是 玩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墨地传送门 三人正对着这个建筑充满了一切好奇时 周围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像是一种生物的叫声 前方高等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哇超牛激活弹幕护体 三人正一脸疑惑时 左下角一个叫做George is found的Eddie说话了 他说这是他私人的种子地图 对于玩家三人闯入他地图的行为 乔治很生气 但此时也为时已晚 玩家三人已经逃不掉了 只见一个面目暴躁的乔治从传送门内出现 这跟玩家三人印象中的乔治完全不一样 玩家三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调转身躯 开始逃跑 他逃他追 暴躁老哥乔治在后面紧追不舍 三人在一番紧张刺激的逃跑中 下到了山下 而此时暴躁乔治正在空中凝视着他们 玩家三人顾不得太多 火速地划着小船逃离这里 而暴躁乔治似乎并没有再追过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故事发生在一个无魔祖单人生存中 好了 老规矩 请各位老粉们动动你们尊贵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新粉也赶快点个关注成为老粉吧 玩家在茫茫的青青草原找到了一处绝佳宝地 他打算将自己的小屋建造在这儿 说时迟那时快 玩家已经开始动工了 可以看到 玩家建造的是一个二层小洋楼 上下两层用梯子来做连接 由于小屋不是露天的 所以玩家用火把对屋内进行了照明 屋子四周都有窗户 方便观察屋外的情况 而他的主要休息区也在二楼 可以看到 玩家将屋门安装在了二楼 所以一楼应该是他的地下室 玩家忙碌而又充实 渐渐的周围的天色也暗了下来 太阳公共也归西了 玩家迎来了他的第一个游戏夜晚 在光影的加持下 黄昏的MC显得无比的真实 夜晚的月色也令玩家心旷神移 但一切美妙平静的背后 危险也在悄然来袭 玩家突然发现屋外地上有一滩番茄酱 他今天并没有吃番茄酱啊 怎么会有番茄酱在屋外呢 玩家一时有些慌张 为了搞清楚是什么情况 玩家决定返回木屋 透过窗户观察屋外的情况 他已经拿好了武器 时刻准备着 由于他白天并没有收集羊毛 所以玩家现在没有床 他也无法睡觉度过黑夜 在屋内等了一会儿后 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 玩家便又来到了屋外 此时他的内心无比的惊恐 因为他知道 在MC中的夜晚是相当的危险的 可在外面转了一圈后 玩家依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唯一让他觉得不正常的是 没有看到夜晚出现的MC生物 他又再次返回到了木屋 可当他下到一层时 一层多了一堆告示牌 以及更多的番茄酱 告示牌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就不向大家过多描述了 总之懂得都懂 玩家意识到危险来临了 他当机立断 气无逃之 前方高能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 赶快在弹幕打出 哇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下意识地回头 观察木屋方向的情况 但他没想到的是 当他来到一个蜂巢旁时 一个丑丑的红色尸体 从蜂巢内出现了 玩家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么丑的尸体 他本能地开始 调转身躯进行逃跑 可以看到 这个红色尸体 转眼便飞到了天上 似乎拥有创造之力 玩家也顾不得查看 身后的情况 他只能向前奔跑 边跑边插火把 依靠着手中火把微弱的光亮 玩家最终跑到了一个矿洞旁 而此时外面的天色 也渐渐破晓 现在 穷途末路的他 一切奇怪怪的东西就能消失掉 但这时周围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玩家回头 那个红色的实体就在眼前 他沐浴在出生的太阳 折射出来的光芒中 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妙 最终玩家看着太阳的方向 开心的隔屁了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今天这奇怪的故事 跟一个身高足足有三格的实体有关 根据一位粉丝投稿 他在UAMC的时候 经常会在自己的服务器内 看到一个木偶 这个木偶总是一副别人欠他五毛钱的表情 让这位粉丝很是怕怕 所以 作为资深MC探险家的玩家 今天就要来会会这个奇怪的木偶 OK 在视频开始前 请屏幕前的女生们在公屏上打个一 男生们在公屏上打个二 打二的保护好打一的 另外 大家给视频长按点赞 给个推荐三连不过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发车 玩家已经在粉丝小宇的服务器内 转悠了一番 小宇告诉玩家 那个奇怪的木偶通常会在白天出现 也会在晚上发现他 同理 如果白天没有发现他 那么晚上他也不会出现 玩家越听越来劲 他开始独自在这里寻找那个木偶的身影 可以看到 这座建筑非常的大 小宇也告诉玩家 这是他和朋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搭建的 玩家找遍了整个建筑的各处角落 截至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发现那个所谓的木偶 玩家已经有些失落了 如果白天找不到的话 那么晚上也不会找到 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他开始在信息框询问小宇的位置 最终两人在花园会合 小宇表示 自己也没找到那个木偶 玩家也在仔细地回想 这座建筑还有哪里没去过 正当玩家思索间 小宇说他找到了 玩家赶忙赶了过去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类似于木影人身形的实体 他的表情确实有些猙獰 小宇告诉玩家 这个木偶在白天不会动 它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开始移动 玩家打算一直等到夜晚 再来观察这个木偶的状况 很快夜幕降临 果不其然 这个木偶消失了 游戏的气氛渐渐紧紧张了起来 玩家不知道下一秒迎接他们的是危险还是幸运 他与小宇再次展开了对这个木偶的寻找 前方的预警 请各位超纽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小心翼翼地寻找着每一处过道 很快 这个木偶就出现了 看他的阵势 是想向玩家而人发起攻击 玩家与小宇本能地开始逃跑 但是这个木偶移动速度非常的慢 跑了没几步后 玩家便没有再看到他的身影 而游戏内的天色也渐渐破晓 直到视频结束前 那个木偶也没有再出现过 穿着一身下界合金甲的玩家 正在游戏中漫无目的地走着 先不说这期玩家使用的纹理包好不好看 不过这牛牛的样子着实有点不那么讨人喜欢呀 屏幕前的你觉得呢 走着走着 玩家好像发现了传说中的五指山 他还特意停下了脚步数了数 哎 刚好五根啊 据说齐天大圣都逃不出这五指山 玩家决定过去一探究竟 玩家不知道眼前的这些奇怪建筑 正是预照着危险即将来袭 好了 在本期故事正是开始之前 我都说腻歪了 说了几百遍了 每期视频总有人光看不点赞 这些你们看着办啊 玩家挖掉了一块建筑的方块 才发现这是粉色羊毛 粉色羊毛 这些奇怪的建筑全都是用粉色羊毛组成的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么多的粉色羊毛 玩家看了看头顶上刺眼的太阳 天色还早 不如就在这探索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好东西 又朝前走了几步 玩家发现这些建筑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坑洞 在坑洞的下方 坐落着一扇下界传送门 哎 这就有点奇怪了 怎么好端端的会有下界传送门 自己是担任生存啊 好奇心特别强烈的玩家刚好带了水 于是就坐了一个水滑梯 准备下去看看 下来后 玩家并没有打算先进传送门 而是对这里进行了一番探索 原来这里是一处废弃的矿井 玩家在矿井中转悠了一圈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唯一不对劲的是 没有看到MC怪物 这里静悄悄的 机型的有些诡异 那么眼前也只剩下这个下界传送门了 玩家站在传送门旁边思考到底进不进去 什么 大家不想让玩家进去 那哪行啊 不进去这期视频还怎么更 当然是得进去了 可进来后的场景 小美顿感不妙 只见眼前的这个世界 跟自己印象中的下界不太一样 不能说完全不一样 简直是毫不相干啊 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羊毛 玩家正打算寻找出去的路 就在此时此刻 系统提示他 他的游戏模式被切换为了冒险模式 老粉都知道了 游戏模式被切换为冒险模式 就意味着高能要来了 那么请屏幕前的大家赶快打出 我超勇激活弹幕护体 保护一下玩家吧 再次回头后 玩家发现传送门被破坏了 他并没有看到有人影 随后聊天空一个ID叫做 天使之城的发出了消息 他说玩家的皮肤很丑 玩家慌了 怎么光见说话不见人影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个天使之城一直在语言攻击玩家 试图击垮玩家的心理防线 玩家还特意打开了角色 自己难道真的这么丑吗 随后天使之城说 欢迎来到这里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由于玩家现在是冒险模式 所以他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焦急的等待着 他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玩家只能拿着武器时刻准备迎战 接着他再次抬头 一个身影在洞口出现了 并朝下面扔了很多的粉色羊毛 接着这个神秘的实体继续语言攻击玩家 说玩家是个小可爱 还会玩我的世界 简直是个小天才 玩家是越来越慌张 他想逃 可是却逃不掉 突然消息框没有了消息 玩家又下意识地看了看头顶 发现那个神秘的实体消失了 危险解除了吗 并没有 接着这个神秘的实体开始朝着玩家扔大量的东西 这些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天梯 而这个神秘实体手中拿着似乎像一个 发生了变化 当他切换视角的时候 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实体的样子 后来玩家尝试更换自己的游戏皮肤 但是一直提示皮肤加载失败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玩家今天受朋友的邀请 进入了朋友的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是朋友老爸和老六创建的 玩家进来后三人很快就见面 根据老爸和老六的描述 他们在服务器游玩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让老爸和老六还毛骨悚然 他们两个已经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 今天希望玩家能帮他们检查一下 服务器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玩家已经大概了解了 接下来玩家三人就要开始在这个服务器中寻找问题了 好了 在本期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长按屏幕中这个点赞扭三秒钟的时间 给视频个三连和推荐 谢谢了 老爸和老六知道玩家要来 已经提前为玩家准备了床和物资装备 玩家本想拿一些攻击性的武器和穿一些护甲 但是老爸和老六说 服务器一直开的是和平模式 没有MC怪物出现 所以没必要 听老爸两人这样讲 玩家也就没有拿太多东西 随即玩家就跟着老爸和老六一起 下到了矿洞中去检查 因为老爸和老六说 在矿洞中他们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玩家下了一番检查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而天色也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黑夜 玩家趁机回来制作了一些火把 随后三人打算睡觉度过黑夜 可奇怪的现象开始出现 当玩家尝试入睡的时候 系统提示当前无法入睡 有怪物在附近 What? 游戏不是和平模式吗 为什么会提示这个 老爸和老六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确实当前游戏模式是和平模式 好吧 看来服务器确实有点不正常 玩家随后又来到了屋外 发现了第二个异常 那就是天上的月亮和星星 似乎一直没有移动 时间被静止了 这就有点离谱了 玩家又尝试在房屋周围的树林中观察了一番 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奇怪的生物或者实体出现 当玩家再次返回住所的时候 突然在矿洞口发现了异常 刚刚有一个黑影进入到了矿洞中 玩家赶快叫上了老爸和老六 三人顺着梯子赶快下入到了矿洞中 下来后三人分头探索 玩家很确定刚才那绝对是一个身影 像是一个实体 可三人在矿洞中找了一圈后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 于是玩家决定先回到住所商量一下 屋内的地上就出现了新的异常 地上突然出现了几块黑色羊毛 刚刚玩家三人都在矿洞中 那么肯定是有其他人在刚才这段时间进入到了住所内 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玩家让老六出去检查一下服务器的安全日志 看看有没有受到不明攻击什么的 老六出去检查了一番后 果然服务器收到了一条未知木马入侵的消息 一个名叫Net-Eyes的木马入侵了他们的服务器 Net-Eyes 黑夜中的眼睛 没听说过呀 玩家觉得今天要不还是别玩了 他让老六将服务器关掉并清理了一下木马 等第二天的时候再重新开启 并邀请自己加进来 看看还会不会出现异常 很快第二天到了 玩家再次被老六邀请进了服务器 貌似一切正常了 天也变成了白天 可玩家并没有见到老八加进来 于是玩家本能的询问老六 老八怎么没来 老六说马上就进来了 可下一秒系统便提示 老八被永久禁止加入服务器 What the deal 怎么回事 是你把老八禁了吗 玩家不可思议的询问老六 但老六说不是自己干的 那这就离了个大谱了 那会是谁办的老八 并且随后老六尝试解除禁止 但服务器提示无法解除 看来服务器的异常还没有解决 现在只剩下玩家与老六两个人了 玩家再次下入到了矿洞中 下来后他又发现了黑色羊毛 但这些黑色羊毛出现的位置 玩家明明记得之前 这里是煤矿 现在全变成了黑色羊毛 这到底是谁在搞怪 难道都是那个叫 Night Eyes的木马搞的鬼吗 玩家觉得还是得出去 和老六商量一下对策 前方高通预警 请屏幕前胆大的在弹幕打出1 胆小的在弹幕打出2 请打1的保护一下打2的 玩家顺着梯子上来后 游戏又进入了黑夜 玩家下意识地看了看天空 月亮和星星又禁止了 可他上来半天了 也不见老六上来 并且老六也不说话 玩家决定下去寻找老六 下来后 老六说刚才自己麦克风坏了 他能听到玩家讲话 但是自己说的话玩家听不到 两人正准备上去时 突然矿道的另一头 那个黑影出现了 玩家和老六迅速地开始逃跑 通过玩家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神秘实体除了面部以外 其他的皮肤都是黑色的 并且这个实体的眼睛和嘴巴会变颜色 玩家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实体 两人头也不回地跑了好长时间后 才甩掉了这个名叫net eyes的木马实体 后来 玩家上网搜寻了有关这个net eyes的相关资料 发现有很多MC玩家 都称自己的服务器遭到了名叫net eyes的木马入侵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奇怪事件 发生的时间都是在7月份 7月份过后 玩家们的服务器都恢复了正常 而老八和老六的服务器也恢复了正常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便的安装和下载一些不安全的东西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今天的故事跟一个神秘实体有关 玩家刚打开客户的案案 就收到了附近一个生存服务器的邀请 但奇怪的是 玩家受邀进入到这个服务器后 他就发现距离自己不远处的大水池中央 坐落着一座木屋 玩家以最快的时间制作了木船 来到了这座木屋内 一番查看后 玩家在屋外的长椅上发现了一个玩家 他的名字叫Mr.G 他应该就是邀请自己进入服务器的房主吧 可不论玩家在消息框怎样发出消息 这个叫做怀特的都不理会玩家 眼见这个房主一直低着头不予理会 玩家决定绕到他的正面去看看他在干嘛 可看到房主的样子后 玩家顿时被吓了一跳 你为什么整个这皮肤吓我一跳 不过这皮肤还挺个性 算了 可能是这个房主临时有事不在服务器中吧 玩家并没有多想 既来之则安置 玩家决定自己先游玩着 好了 在本期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麻烦动动你们尊贵可爱的小手兽 给视频长按点赞三秒钟的时间支持一下 谢谢了 玩家的住所就搭建在对面的丛林中 在玩家不知不觉中 月亮也悄悄地挂上了夜空 玩家再次看向前方那座木屋 心里总感觉毛毛的 不过片刻思索后 玩家还是赶快去收集羊毛了 他得尽快制座床 没有床的住所当然是不完美的啦 制座完床后 玩家在消息框又询问怀特 现在能否睡觉 因为只有福气中的玩家都入睡 才能度过黑夜 可是呢 玩家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玩家再次鼓子勇气来到了怀特的住所 想看看他是不是还可能晒太阳呢 过来后 住所外已经没有了怀特的身影 进屋后 房主已经坐在了他那绿的发光的床上 很显然 房主怀特已经在游玩中了 可是 他依然不回复玩家的消息 只是呆呆地看着玩家 玩家渐渐地失去了耐心 哎 老哥 天黑了 咱能睡觉这样吗 没有回应 算了 我不睡了 行了吧 为了打翻无聊的时间 玩家又回到住所附近的矿洞去挖矿去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着 转眼间 黑夜就过去了 一大早 玩家就再次来到了房主的住所 可令玩家无语的是 他又坐在了屋外的长椅上 开始低头撕故乡 喂 你这是浓煞的 不过这次 怀特还知道动了动 浓浓浓位置 但是呢 依然没有理会玩家的消息 就这样 过了很久 这个服务器中也只有玩家在正常的游戏 而玩家除了正常游戏以外 还有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观察房主的一举一动 没过多久后 玩家看到房主离开了住所 跑往了附近的丛林 房主怀特走后 玩家再次进入到了他的住所 他想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可一番搜寻后 物品箱里面啥也没有 比玩家的脸都干净 而游戏中的天色又渐渐暗了下来 夜幕降临 玩家正打算划着小木船回去 可无意间在住所一旁的水面上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建筑 这是什么时候搭建的 前方高的预警 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 我真牛打在公屏上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之前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这里有这个 他小心翼翼的进入到了这座建筑内 里面有一棵大树 几张床 地上还有不辣的 打开了物品箱后 里面的物品引起了玩家的注意力 只见眼前的铁剑 名字叫做knife 而剪刀竟然叫做手术刀 What 还有一本书 提示玩家打开后 就能知道怀特在做什么 玩家没有犹豫 很快就打开了这本书 可看完上面的内容后 玩家慌了 还在这干啥呀 快跑啊 可这时已经晚了 怀特回来了 嘿嘿 你小子往哪跑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